饥饿它是一种很纯粹的感受 它和生病不同 因为绝大部分的疼痛 都会在病愈之后获得缓解 但是即使暂时吃饱了 过不了多久 身体最单纯的渴望又会再现 难以形容的饥饿 重新从胃中涌现 没有任何一种药物 能够让人永远摆脱这种痛苦 曾经有人说过 如果入睡前 把石头压在肚子上 就可以减少饥饿的感觉 其实它们的痛苦 只是极端气候的一个环节 沙漠化的气候 使得河底均裂 沃土变得干燥 成为沙尘 撒哈拉沙漠这几十年来 不断地变大 耕地逐渐地减少 草原化为沙漠 野兽在岸边饥饿 干渴而死